台北市远迷男子在大安区的一间法廊剪头发 就把车子围停在法廊门口的红线上 远景巡逻发现正要上前开单 没有想到男子剪头发剪到一半 也直接冲了出来 不顾远景开单直接把车给开走 还冲撞远景再继续折回法廊剪头发 远景要把他带回警察局 他还出手攻击 行径相当嚣张 车子不要离开 不然你会再做一张法单 远景再三提醒千万不要逃逸 但驾驶没打算听 人已经下来就可以了 我把单还没开完 你车子不要离开 车子不要离开 跟远景逃假还假 还直接发动引擎 车窗也关起来 下一秒直接开走 下车 下车 不理会远景呵斥 车辆左前轮还直接撞上远景的脚 警察想说又不对劲 然后敲上窗户叫他下车 然后他坚持不下车 就开车冲撞警察 证明王姓男子24号下午 在台北市大安区 一间法廊剪头发 车就围停在法廊门口红线 远景巡逻发现 准备要上前开单 没想到男子顶着剪了一半的头发 向远景抱怨 自己都已经出来了 就拒绝配合开单 还开车冲撞远景 就是已经要准备压到我的脚 但他车速蛮快的 所以开过去 我才反应来 反应过来我的脚被压到 他车辆把他躲走 不用在那边故意弄的 不要动 不要动 男子逃一后 还把车停好 想回去剪头发 被警方巡线找到 要把他带回所内侦办 但他竟然还出手 攻击远景 警方立刻将他压制 上铐逮捕 依加重妨害公务罪 依送罚办 这下不仅头发没剪好 罚单也免不了 还得吃上刑事责任 接着台北中的报道